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的父亲是十里八乡公认的大孝子 2010年夏天,奶奶煤气中毒抢救 医院连下三次病危通知 胡子拉叉的父亲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只要能救回奶奶的性命 他愿意减受十年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的誓言应验了 奶奶被抢救了回来 半年后,爸爸查出了癌症 妈妈为了照顾爸爸提前退休 工资每月只有八百块 那时我正在高考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用本科分数填报了专科 想早点出来工作缓解家里压力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年三月 爸爸因癌症并发症去世了 爸爸虽然有医保 能报销大部分治疗费用 但持续几年的癌症治疗 家里除了一套五十平米的老工房 再无存款 妈妈每月八百块退休工资 供我上学都不够 更别说她自己还要生活 2014年 我大学毕业后 南下去沿海城市打工 我带妈妈去了我上学的省城 做住家保姆 补贴家用 妈妈为了让我住得好点 把北方国企唯一的老工房 卖了六万块钱 给我交了押金和租金 我并不想卖掉我们三口人的小家 但妈妈说她再也不想 回到那个伤心的了 我觉得妈妈话里有话 问她 她不肯说 我工作后 妈妈去省城当保姆 包吃包住 那家的两位老人对她不错 她想继续干下去 我知道 她这是为了我能安心工作 我最大的盼望 就是回奶奶家过年 只有那才是家 是我唯一的家 然而 就在奶奶的头期忌日的当天 我在唯一的家里 被亲姑姑亲叔叔们 赶出了家门 原因是 他们不想分给我属于爸爸的那份遗产 按民法规定 我是爸爸继承爷爷奶奶遗产的代位继承人 替我爸接收遗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爷爷奶奶有三个子女 除了爸爸老大以外 还有一个姑姑 一个叔叔 爸爸是法律专业毕业的继承了爷爷的一波 叔叔是继校毕业的国企职工 姑姑没上过大学 基本的法律常识 打小就在奶奶家茶余饭后的餐桌上 以案例普及了 那时的周末 一家人晚饭后围坐在餐桌上 人手一杯茶水 大人们聊着各种案例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说到不公正的地方 爷爷就会拍阿尔起 点上一根烟 猛抽两口 热闹到十一 二点都不舍得离开奶奶家 每次都是爷爷这个一辈子的老公安 怕太晚路上不安全 把我们轰走 各回各家 没想到我挚爱的血亲们 竟然以这几年爸爸去世 没有照顾爷爷奶奶为由 不给他应有的遗产 地球离了谁都会自转 但是老何家离了大儿子的付出 却停止了转动 2016年清明前 爷爷突发心脏病去世 爷爷去世不到三个月 叔叔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悄悄地住进了奶奶家 姑姑回去看奶奶时 才发现叔叔住进了奶奶家 质问叔叔 他说他是为了照顾奶奶 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了 结果是奶奶还得每天给他做饭 明摆着就是冲着奶奶房子去的 住都住进去了 别人还能说啥 姑姑回奶奶家 给他们做过几次饭 叔叔不是挑剔不好吃 就是嫌弃不营养 后来 姑姑也不怎么回奶奶家了 爷爷去世后 这两年 奶奶身子骨越来越虚弱 做不动饭了 叔叔不会做饭 每顿饭都是糊弄着给奶奶吃 2019年秋天 奶奶离世了 奶奶生前就说过 叔叔做的饭 他实在不想吃 开水煮挂面 拌着酱油醋 就是一顿饭 我是在奶奶家长大的 一出生就由奶奶照顾 三岁以前都是奶奶搂着一个被窝睡觉 北方小城冬天寒冷 奶奶把我抱在她的肚子上睡觉 用她的体温在寒夜里温暖我幼小的身躯 妈妈没奶 我打小没吃过母乳 体弱多病 尤其是冬天 总是没完没了的感冒 奶奶背着我去医院看病打针 回家后 奶奶哄着我吃药 每次吃完药奶奶都会变出糖果 让我缓解口中的苦涩 那时候的我 觉得奶奶好神奇 竟然能变出糖果来 上幼儿园时 最喜欢奶奶送我 每次到幼儿园门口 我就抱着奶奶大腿掉眼泪 她会心疼地背起我回家 最怕爸爸送我 即使抱着她大腿死命地哭嚎 也逃不过被丢进幼儿园的命运 上小学后 午饭和晚饭在奶奶家吃 晚上回到爸妈家住 虽然两家只是前后楼的距离 但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赖在奶奶床上睡一晚 奶奶家是我最温暖的避风港 奶奶头七当天就在奶奶家破旧的餐厅里 浑暗的灯光下 我估指着我鼻子大骂 没想到你爸那么好的人 竟教出你这么个东西 这个家就是被你搅黄的 我气得浑身直哆嗦 原本是一家人热闹团圆的餐厅 却成了我的批判大会现场 姑姑 叔叔坐在长方餐桌的一边 我坐在他们对面的另一边 这是电视里审讯犯人才有的场景 这场刑讯逼供早有预谋 我这只傻袍子单纯地以为只是给奶奶过头七 没想到自己钻进了他们下好的套子 他们俩才是一家人 我就是个多余的 奶奶家本是我最温暖的避风港 此刻却让我冷得浑身发抖 去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拿走 现在 马上 姑姑刚骂完我 叔叔就拍着桌子 让我收拾东西滚出奶奶家 在叔叔的监视下 我强忍着眼泪 收拾了几样有着奶奶记忆的东西 离开了再也没有奶奶的家 踏出奶奶家门的那一刻 我的泪水狂奔出眼眶 我终于知道 我再也没有家了 北方边陲小城多风少雨 大晚上十点多钟 却在下大雨 我在大雨中麻木地行走 不知是泪水 还是雨水模糊了视线 狼狈地望着雨水中的天空 我要怎么办 不能就这样让爸爸的孝子之名 被他们践踏 我不甘心 我要保护爸爸应有的继承权 可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白 又能干什么呢 内心茫然 大脑空白 颤抖的身体任由雨水浇透 无力地我好想躲进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 发泄委屈与不甘 但又不敢和妈妈说这事 妈妈为我和爸爸付出了全部 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无家可归的我 不知该去哪里寻找安慰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的火车站 伸出颤抖的手地上身份证 值班售票员 问我去哪里 我呆滞了半分钟 爆出了打工城市的名字 恍惚间拿回了火车票 却忘记了身份证 幸好值班售票员认真负责 让保安追上了在后车厅大门前 翻找身份证的我 保安核实了车票上的身份信息 归还了身份证 我再三感谢 没有身份证 连后车室都进不去 半夜两点半 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现在只有打工的城市 是可以去的地方了 两天一夜的路程 终于回到了出租屋内 这个临时的家 多少能给我些许安全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我彻底失眠了 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会一针一针地播放 《爸爸在世时》 一到周末就买上鸡鸭鱼肉 叫上姑姑叔叔各家成员 到奶奶家亲自做给全家人吃的场面 爸爸组织一家人去公园游园 叔叔家的堂弟捣蛋 把我从吊床上掀翻到地面 我以大字形状与大地接触 过年时 大人们打麻将 堂弟 表弟偷喝供在太爷太奶相片前的红酒 喝醉后找不到房门直往墙上撞 自个儿还嘟囔这门怎么进不去了 原本和和美美的大家庭 却在爸爸的离世后土崩瓦解 第二周星期一 我去上班 刚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 叔叔的电话就进来了 说实话我打心底不想接叔叔的电话 但是想了想 还是得听听他们又要搞啥花样 滑开手机就传出了叔叔的声音 鸭鸭 你忙着吗 我大名和鸭 小名鸭鸭 强忍着心中的不满 问 叔叔什么事 没事 就是问问你现在咋呀 还是老样子 我敷衍地回答 着实不想和叔叔说话 那就好 咱们都是一家人 亲情高于一切 亲情高于一切的一家人 能把一个没爹的小辈 在大雨天的夜晚赶出家门 但是 你爸去世这几年 确实没有照顾过你爷你奶 我爸去世这几年 是没照顾爷爷奶奶 但他在世的几十年里 你们又有谁去照顾过爷爷奶奶 我怒从脚底声 直冲天灵盖 不客气地反问叔叔 那时候 你爷你奶也不用人照顾 我听着叔叔无耻地回答 简直无语至极 难道一个人孝敬照顾自己的父母 不是一辈子都该做的事 而是在我爸死后 才开始做的事 这是什么毁三观的逻辑 我实在无法忍受和叔叔的谈话 便直接问道 叔叔 你有啥话直说吧 好 是你让我说的 看来 他就是在等我的这句话 我和你孤 商量了一下 给你一万块钱 你写个放弃代位继承的声明就行了 我被气得无法呼吸了 这是给了我多大的恩惠和施舍呀 是不是还要对你们千恩万谢 谢谢你们用一万块钱 买了我爸长子的继承权 这事也不是太着急 三天之内写好就行 不着急 还三天之内 我要神经错乱了 我没有回复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就是我爸从小一个被窝带大的亲弟弟 竟然能说出用一万块钱买断 从小把他带大的 亲大哥的遗产继承权 这良心是被狗吃了吧 三天 你们好好等着去吧 我三步并坐两步 冲上了办公楼天台 急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缓解急性心肌梗死的症状 平缓了半个钟头 打开手机微信 找出高中同学的电话 他大学是学民法的 现在是律师 当即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老同学你好 我是何亚 有时需要你这个律师帮忙 我将家里的情况 给他做了重点叙述 他建议 我先收集相关证据 并告知对我有利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民法典 第1128条规定 被继承人 爷爷奶奶的子女爸爸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 我代位继承 这是对我的法律保障 第二个就是 只要我不写 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 不管谁要奶奶家房子 都必须我签字才能过户 这是对我的利益保障 同学还告诉我 除非姑姑叔叔他们能找到 爸爸生前虐待奶奶的直接证据 否则谁也不能剥夺 我爸的继承权 找到爸爸虐待奶奶的证据 那是不可能的 爸爸宁愿用自己的寿命 去换奶奶的性命 可见母子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住了几十年家属院的老邻居 有谁不知道 爸爸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既然有了这些有利条件 还怕什么 管你三天还是三年 我不搭理你们了 总有一天 姑姑叔叔会求着我签字的 挂断律师同学的电话 我心里的堵塞 疏解了大半 今晚能睡个踏实觉了 第三周的星期一 我那河东失吼的姑姑 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呀呀 上周你咋没给我们打电话呢 姑姑一改往日的霸道 用温柔似水的声音说着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是姑姑的号码没错 可是这声音让人怀疑 我的耳朵被掉包了 没想过给你们写声明 打啥电话 我不客气地反问 心想 你指着我鼻子大骂时的嘴脸 我还清楚地记着呢 你小孩 还没完没了是吧 果真温柔不过三秒钟 这才是姑姑的本性 何东失吼 此时我坚信 是自己的耳朵没错 可以了 咱们上法庭了 我硬气地回答姑姑 上法庭 丢不丢人 我绝对不去法庭 姑姑拒绝得干脆 死活不去法庭 给你一万块 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别不知好歹 两句话就大发雷霆 真是亲姑 我告诉你 你上大学时 你也让我 帮他给你打的那两万块钱 也是你爷你奶的遗产 你不要这一万块钱 就把那两万块钱 给我拿回来 哟 这还威胁上了 我考上大学 爷爷奖励 给我两万块钱 爷爷知道 爸爸的癌症 已经把我们三口之家掏空了 这是帮衬 我家的借口 而且 这是爷爷生前的赠语 和奶奶的遗产 没有关系 姑姑看我没接他话茬 更加恼羞成怒 简直和你那个死妈 一个德性 你说啥 这和我妈有啥关系 你把话说清楚 哼哼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妈是被我们赶出老何家的 哈哈 听着姑姑的宁笑声 我的脑子就要爆炸了 果然 我妈那温吞的性子 能做出果掘 卖房子的事 是有原因的 我狠狠地挂断了姑姑的电话 根本没心听她乱吼 慌忙地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妈妈很快就接通了电话 差一道 你咋上班的时间打电话呢 出了什么事 听到妈妈关切的声音 我的眼泪断闸似的涌出 妈妈听见我大哭的声音 急坏了 闺女 你到底咋了 快跟妈说 是谁欺负你了 你在哪 妈现在过去找你 唯母则刚 即使在柔弱的母亲 听到孩子的哭声 也会毫不顾忌地挺身而出 挡在孩子的前面 遮风挡雨 我愤怒的心中 流尽了妈妈特有的温暖 哭着说 妈 我都知道了 你是被我姑他们赶出来的 妈妈没有回答我的话 只听到电话那边 传来了她委屈的哭声 就这样 我们娘俩抱着电话 哭了老半天 后来 我才知道是咋回事 爸爸刚去世的时候 妈妈还是每到周末 买上爷爷奶奶爱吃的肉和菜 去奶奶家做给二老吃 也许是妈妈二十多年 孝敬老人已成习惯 也许是出于对爸爸的怀念 总之在爸爸去世后 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孝敬着爷爷奶奶 姑姑叔叔那帮不自觉的人 每到周末就回奶奶家蹭吃蹭喝 只要妈妈一进奶奶家的门 在厨房宅菜的姑姑和婶婶就放下手里的活 去客厅看电视了 爸爸在世时 周末回奶奶家吃饭 姑姑和婶婶还会装模作样地嘖嘖菜 包蒜 现在爸爸不在了 他们连装都不装了 妈妈辛苦两个多小时 做好一大家子十来口人的饭菜 一上桌子刚坐下 叔叔的空饭碗就伸到了他的面前 让我妈去给他盛饭 爷爷看不下去 拍着桌子大骂 姑姑叔叔是畜生 可是 他们不但不改 还让妈妈饭后给他们沏茶 把我妈当庸人使唤 一顿饭下来 不但没人帮妈妈做饭菜 吃完饭收拾碗筷 刷锅扫地 也是我妈一个人的活 妈妈很委屈 但又怕爷爷心脏病发作 就咬牙忍着 后来 爷爷不让妈妈周末去家里 给姑姑叔叔当庸人了 让妈妈上班的时间 去看他们二老 妈妈周末不去奶奶家 做饭的事就成姑姑的了 她给大家做了两个周末的饭 就不干了 跑到我家拍门 当着左邻右舍的面 指着妈妈骂 我大哥就是被你客死的 你就是个扫把星 你要给我们全家 当牛做马赎罪 如果你不照着做 就滚出老河家 永远不要回来 赎什么罪 我爸英年早逝 害得我妈中年守寡 这到底是谁欠谁的 我妈忍无可忍卖了房子 去省城做保姆 惹不起 她躲得起 为了让我安心学业 妈妈硬是没有和我 透露一个字 爷爷奶奶自然也不好意思 跟我说 他们那两个极品儿女的 光辉事迹 我就这样傻乎乎地被隐瞒了 此刻得知真相的我 已无法形容心中的愤恨 既愤恨姑姑叔叔对我妈的欺辱 也愤恨自己的愚钝 当时卖房子的时候 明明察觉到了妈妈的一样 却没有深究原因 姑姑 叔叔他们怎么对我都可以 毕竟他们是长辈 我是小辈 可他们哪来的脸 欺辱我妈 我爸在世的时候 都舍不得我妈给他端茶倒水 怕累着他 他们不但让我妈欺茶添饭 还给我妈扣个客服的黑锅 让我妈赎罪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愤怒燃烧着全身 我对上天发誓 要给爸爸妈妈讨回公道 原本还想拖着姑姑叔叔慢慢玩 现在急切地希望 尽早解决遗产纠纷 看到他们落败的样子 亲姑姑 亲叔叔 你们等着吧 我保证 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心里明白 一个人的力量太弱 得找个同盟军 找谁呢 当然是叔叔 爸爸去世后 他就以老大自居 而且他占着奶奶的房子 拿着奶奶的工资存折 叔叔的内心是不想 把房子和现金都吐出来的 不想给我 也不想给姑姑 这是人贪婪的本性 好 就你了叔叔 你就是我手里的利剑 最终一定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公正 晚上回到出租屋内 用了大半夜的时间 仔细捋了捋爷爷奶奶去世后 姑姑叔叔的所作所为 发现了姑姑叔叔之间 有着某种利益关系 既然是由利益而产生的联合 那么信任度就是值得考验的问题 只要姑姑 叔叔之间互相怀疑 利益关系就会瓦解 信任度就是我的突破口 第二天上午十点 我准时拨通了叔叔的电话 叔叔 你最近怎么样 你尿酸膏 要注意饮食 不要喝酒哦 现在爷爷奶奶都走了 亲人越来越少 你可不要再出啥事了 我强忍着心中的厌恶 尽量扮演着乖乖女的人设 叔叔一听我服软示嚎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嗯 就那样吧 还死不了 当然死不了 还没听说谁因尿酸膏被送走的呢 我心里吐槽道 行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挂了 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冷笑 果然都喜欢被吹捧 周末 我又给叔叔打了个问安电话 明显感觉到他的态度变化了 说的话也多了 不错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第四周开始 我每周给叔叔打两个电话 有意无意地 捎带点对姑姑的不满 姑姑霸道 爱表公 老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挂在嘴边反复地叨叨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分量 家里人都烦他这一点 在给叔叔主动打第五个电话时 他终于有回应了 可不就是吗 就他姑姑做的那点破事 成天挂在嘴边上念叨 烦死人了 机会来了 该天把火了 就是 叔叔您说得太对了 姑姑做得再多 也没有叔叔您做得多呀 这两年 不都是您在照顾奶奶吗 别说是房子 就是奶奶的存款 也都应该是你的 别人有啥资格争 叔叔被我捧得心花怒放 可不就是 这两年不都是我一人 在照顾你奶 别人谁管过 您可真是照顾我奶了 就给他老人家白水煮挂面 倒点酱油醋拌着吃 每次回去看奶奶 我都会带着奶奶下馆子改善生活 老太太吃得可欢时了 我强忍着作偶的心情 继续奉承道 就是 就是 第七次打电话时 点了点叔叔上法庭的事 叔叔 你照顾我奶的功劳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我记得法律规定 谁和老人一起住 遗产就归谁 不光是房子 存款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再次提到了存款 我知道爷爷走的时候 给奶奶留下了十万块养老钱 这是爷爷亲口给我交代过的事 只是不知道 这笔钱再不在叔叔手里 叔叔一听 存款也该归他 这下来尽了 随口道 就是的 存款也是遗产 我趁机追问 记得爷爷说过 给奶奶留了十万块养老钱 奶奶有工资 这十万块应该没花吧 没花 在你姑那 咋在我姑那呢 这钱应该给您才对吧 你爷走的时候 家里设灵堂 烟灰指灰 熏得屋里都黑了 重新刷了一次房子 你知道吧 刷房子的是我知道 刷房子那几天 家里乱七八糟的 你奶去你姑那住了几天 银行卡就是那时候带去的 再也没拿回来 你姑说 你奶年龄大了 东西乱放不好找 她给你奶保管着 用的时候 直接给你奶取现金 原来存款 不在叔叔手里 这就好办了 我奶都走了 她该拿回来给叔叔你呀 哼 她拿你爷你奶的这十万块钱 给她儿子买车了 还咋拿 哦 这瓜可不小啊 我急忙到 这是遗产 要是上法庭 她必须吐出来 哎 可惜没有证据呀 叔叔你要是由我姑说的 用这钱给她儿子买车的录音就好了 哎 我再次长长地叹了口气 为叔叔表示惋惜 但是心中大喜 这下好了 叔叔得惦记上这十万块钱了 接下来的几周 又恢复了每周一次给叔叔的问安电话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了解叔叔的尿性 他不会放弃这十万块存款的 他也会因为姑姑挪用了爷爷奶奶的钱 给自己儿子买车 而不再信任他 我不再关注叔叔 开始逐步完善已收集的应诉资料 三个月后的一天 中午十一点多 突然接到老家法院的电话 通知我下个月四日开庭 叔叔把我和姑姑一同起诉了 还真是叔叔的风格 悄悄地玩手段 还好我提前准备了应诉资料 要不还真是措手不及呢 当天下午 我接到了姑姑的电话 姑姑先套我的话 问我知不知道叔叔起诉的事 我说不知道 他发现我也是不知情人 就开始抱怨叔叔 拉拢我入伙 呀呀呀 我跟你说句实话 给你一万块钱 让你写放弃遗产继承声明的事 可都是你叔的主意 呵呵 我心里冷笑 叔叔好歹还用一万块钱 买断遗产继承权 而姑姑 你则是一分不出 直接骂断遗产继承权 真心没看出来 您比叔叔好到哪里去了 咱都是一家人 闹上法庭 多伤和气呀 这是 要是上法庭的多丢人 关上门自家解决就好了 现在想起是一家人了 骂我 赶我的时候 咋就不记得是一家人呢 关上门解决 关上门 我就被你们解决了 傻袍子 当一次就得偿记性 我心里冷笑 忍了这五个多月 不就是为了上法庭 哪能把亲姑你漏下呢 我继续与姑姑周旋 叔叔咋连个招呼也不打 就直接上法庭了 这是让咱们措手不及呀 叔叔太过分了 姑姑气愤道 可不 你叔就会玩音的 我去不去法庭都无所谓 家里解决也不反对 姑 姑能说服 叔叔撤诉就行了 我卖了个老好人的人设 让叔叔撤诉 怎么可能 听说 叔叔请了律师 花了几大千的律师费 这要是撤诉 律师费可就白给了 叔叔咋 可能撤诉 别看他嘴上说不在乎钱 实际上比谁都贪财 亲姑你想撤诉 那你就自己去碰钉子吧 姑姑真去找叔叔撤诉了 结果兄妹俩大吵了一架 彻底成了敌人 我听说后赶忙给姑姑打电话 安慰了他几句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毕竟我在外地 需要本地的信息同步 此时姑姑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开庭的前两周里 姑姑真给力 他查到叔叔在奶奶家 社区开的居住证明 是他骗社区党支部书记 帮忙开的 姑姑直接打电话 给党支部书记 用他和东施吼的功底 把书记大骂了一顿 书记当即表明态度 再也不管你们老何家的事 直接拉黑了姑姑和叔叔 姑姑在这两周里 费尽心思地阻止上法庭 不断地放低身价 给叔叔说软话 叔叔为了被社区党支部书记 拉黑的事 气得不轻 更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必须上法庭 姑姑没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法庭 开庭的前一天 我回到了老家 在宾馆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 就到了法院 提前半个小时 进入了法庭 九点整 花白头发的法官戴着眼镜 坐在了庄严的审判席上 开启了正式庭审 这次是我和姑姑坐在了一边 被告席位 叔叔和他的律师 坐在我们对面 原告席位 法官首先核对原告 被告 证人的身份信息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姑姑 叔叔他们 都给自己找了证人 我的心 瞬间跌落到了谷底 顾念毕竟是血亲 我并没有考虑找证人的事情 但眼下这种情况 他们都有各自的证人 明显对我不利 很有可能 因为证人的证词 让我损失惨重 此刻 我心里真的没底了 法官核对完身份信息 就进入了举证流程 先由原告 就起诉书内容举证 叔叔这边 呈上了社区居住证明 我质疑 居住证明 是否和本案有关 这是律师同学给之的招 姑姑补充说明 叔叔开居住证明时 和支部书记说是党员有困难 需要居住证明 并没有说明用于法庭上做证据 他还提供了党支部书记的电话号码 和电话录音 法官当即宣布居住证明 与本案无关 当场撤回 接下来 叔叔竟然说 奶奶瘫痪了 这两年生活不能自理 都是他一人照顾的 还找了三个不知道哪来的证人 给他做伪证 我这个气呀 叔叔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每年都至少一次回来看奶奶 我奶奶啥时候瘫痪的 我咋不知道 还整了三个做伪证的证人来 这是藐视法庭 还是藐视法官 三个证人 做完伪证后 法官让被告提供证据 我提交了回家看望奶奶时 带她出去吃饭逛公园的视频和相片 证明了奶奶并非瘫痪 也不是不能自理 叔叔还狡辩说 奶奶是这半年来才不能自理的 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哪有这样的儿子 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老妈说成是贪子 真替奶奶不值得 奶奶生前最偏向的 就是叔叔和堂弟 我爸生的是女儿 农村出来的老太太 多少都有点重男轻女 现在也顾不上奶奶的重男轻女了 好歹我也是 我奶带大的 可不能任由叔叔污蔑奶奶是贪子 我愤怒地甩出了两张奶奶离世前三天 自己盘腿坐在沙发上抽烟的微信照片 这是姑姑拍给我的 北方老太太打小就抽烟 这辈子就耗这口 奶奶离世前一个星期 叔叔发现奶奶是睡 眼眶下有浮肿的现象 他把姑姑叫回去 带着奶奶去医院检查了个遍 也没找出问题 他们想让奶奶住院 医院不收 叔叔用经验判断奶奶日子不多了 就打电话告知我随时做好回老家的准备 接到电话后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和奶奶视频 观察她的情况 以便随时赶回老家 有一天晚上公司加班太晚了 回出租屋的路上不方便视频 就让姑姑给我拍了两张奶奶的照片 没想到 这倒是派上用场了 法官看到照片后 脸色不太好看 我以为是我甩照片时态度不好 惹法官生气了 灰溜溜地做回了被告席 原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法官不太友好的问叔叔 听到这话我终于松了口气 原来不是我惹法官生气的 叔叔回答 没有什么可说的 接下来是姑姑挪用奶奶十万块钱的问题 这下可热闹了 姑姑说她把钱还给奶奶了 还找了个男人来作证 叔叔说 作证的男人是姑姑的情人 叔叔还真的提交了姑姑亲口承认 用这十万块钱 给儿子买车的录音 不知道这是叔叔什么时候给姑姑录的音 但这个录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 法官认定男人做的是伪证 因为证人和姑姑叙述的内容中 还钱时间和方式对不上号 而且特殊关系不能作证 当即判定证人正言无效 这下可把姑姑气坏了 钱是留不住了 老底也被接出来了 指着叔叔开口就骂 听得我下巴都要惊掉了 姑姑揭发叔叔 利用职权贪污 叔叔揭发姑姑 上班时间拿工价物品回家 姑姑揭发叔叔 外面养小三 叔叔揭发姑姑 搞外语 这俩人在法庭上指着鼻子互骂 老热闹了 气得法官忍无可忍 把他俩给训了一顿 你们要吵回家吵去 都几十岁的人了 丢不丢人 还是受过教育的人 就在法庭上指着鼻子互骂 你们的书都读到哪去了 不就是想自己多分点吗 你们在老太太活着的时候 当着老太太的面分家产 还给老太太录音 你们考虑过老太太当时的心情吗 告诉你们 没有公证过的遗产分配协议 都是无效的 你们老爷子也是干部出身 你们真是给老爷子长脸了 看着姑姑 叔叔像小学生一样 低头挨训的样子 我真是太爽了 真想立马去给法官 做面锦旗奉上 法官说出了 我一直想说 却不能说出口的话 因为我是小辈 能够听到法官说出这些话 比给我多少遗产都高兴 就在我暗自高兴的时候 庭审程序也进入了最后环节 法官问原告和被告 是选择和解 是选择和解还是判决 叔叔胸有成竹地选择了判决 姑姑选择和解 我没意见 和解 判决都成 我知道 必然会是判决的结果 所以选啥都无所谓了 结束了庭审 我轻快地走出了法庭 我现在就要去省城 去给妈妈报告好消息 离开法院的时候 偶尔还能听到两句 姑姑叔叔对妈的声音 你给我等着 咱俩没完 这是叔叔的声音 等着就等着 怕你不成 这是姑姑的声音 至于姑姑和叔叔 要怎么吵都和我没关系了 上法庭就是我的目的 相信法律会给我爸 我妈一个公道 就等着宣判了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省城 见到妈妈 汇报了上午庭审的情况 妈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十天后 法院通知并邮寄了庭审结果 因为爷爷离世时 没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现在统一算作奶奶的遗产 奶奶的遗产总额为33万元 其中工资余额5万元 姑姑储10万元 房屋18万元 叔叔因为这两年和奶奶同住 不论怎么说 都比别人照顾老人的时间多 所以分得遗产13万元 姑姑和我爸 每人10万元遗产 叔叔以18万元的价格 买了奶奶的房子 除去自己分得的房款 还要分别支付给姑姑和我每人5万元房款 姑姑因为拿了奶奶10万元现金 刚好与所分的遗产抵扣 不过他还得倒交6000元庭审费用 我是代位继承人 实际替爸爸拿了他的遗产10万元 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 我给姑姑打了个电话 问了一下叔叔的情况 听姑姑说 叔叔拿到判决书后 气得直上火 眼睛 牙齿连带着整个脸都肿了 原本胸有成竹的污蔑奶奶瘫痪 是她一个人照顾的可以独吞遗产 结果 因为她和奶奶同住 只比我们多分了3万元 扣掉律师费8000元 庭审费6000元 也就比我们多了1.6万元 这不白忙活 为我做嫁衣了 能不上火吗 叔叔也觅过尽了 直到是我利用了她 把遗产纠纷闹上了法庭 要不然 她也不心里会憋屈的 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脸才消肿 叔叔 我说过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公正 两个月后 我接到了叔叔怒气冲冲的电话 你回来一趟 我把法院判给你的钱给你 我实话实说 叔 我现在回不去 疫情封城 我走不了 你到银行转给我吧 转账凭证就是依据 手续费我出 不行 你不当面收款 写条子 我就不给你钱 叔叔这是临了临了 还腰难围我一次吗 我没再跟他多说 挂了电话 给法院书记员 发了微信通话 跟书记员说明了情况 书记员告诉我 不用担心 等过了支付期限 就申请强制执行 书记员还是挺负责的 给叔叔的律师打了个电话 提醒律师支付期限就要到了 超期后就要强制执行 还是法院的电话好用 我第二天就收到了叔叔的银行转账 扣除庭审费6000元 账户实收9.4万元 钱揣兜里才算完事 我的誓言实现了 终于为爸爸妈妈讨回了应有的公道 我用这9.4万元 加上我这几年打工存的20万元 在我打工的城市 给我妈按揭了一套70平米的两室一厅 房产证上妈妈占90% 我占10% 我要交按揭款 房产证上得有我的名字 我要把妈妈接过来和我一起生活 好好的孝顺她 妈妈为我和爸爸付出了全部 今后就由我来弥补她吧 后续 我们住进新房的半年后 听老家的邻居说 叔叔利用职权贪污的事 被人告到单位了 他从管理岗位被贬到了工人岗位 姑姑外面有人的事情 也被他老公知道了 被离婚赶出了家门 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当时我被亲姑亲叔赶出家门的时候 姑姑是否会想到 自己也有一天被家人赶出家门呢 说实话 当我知道姑姑叔叔的结局时 内心无比平静 并不是我不顾念亲情 而是觉得这是姑姑叔叔 人心不足舌吞下 应有的报应